耶稣知道要怎样行 思不真 约翰福音六章六节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肥利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亲爱的朋友 请注意 圣灵多么仔细 为要避免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事上犯错 他知道 人们容易小看当永受称颂的神子 有些人自称基督徒 却否认基督的神性 甚至愿意根据任何看起来 限制了救主能力或知识的事 来伪造论据 反对救主真实的神性 此处的例子证明 圣灵小心地防止我们 做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主跟肥利商量 问这个可怜的门徒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约翰福音六章五节 有些人会因此推测 耶稣不知道要做什么 觉得窘迫 由此 他们争辩说 耶稣不可能是全能的神 也为这样的窘境 跟神的无所不能相悔 如果耶稣知道万事 为什么要问肥利呢 在这里 圣灵让我们警惕 不要看低我们伟大的救赎主 尤其是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不是神 所以 圣灵直截了当地说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肥利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耶稣不是向肥利要信息 也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处理手法有顾虑 或者需要门徒的帮助 才找肥利商量 他不需要肥利让饼翻倍 而是想让肥利的信心翻倍 所以 亲爱的朋友 当心 不要小看了救主 或者把有损他荣耀的动机 赋予他的任何行为 也请明白 我们很容易在基督的事上犯错 所以 每天都需要圣灵来向我们解释 基督是怎样的 耶稣只是问了肥利这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而我们立即就面临得出错误推论的危险 因此 圣灵多告诉了我们 一些关于基督的事 从而我们就可以逃脱这样的危险 圣灵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主的动机 由此防止我们误判他的行为 我们必须有圣灵跟我们同在 不然就不会认识基督 要看到太阳 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阳光 而看见耶稣的唯一方法 就是靠他自己的圣灵 他不是这样说吗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若不借着圣灵 无人能称耶稣为主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 圣灵必须亲自临到个人 把神的儿子向他启示 启示在他里面 所以 不要拿起圣经 想象我们立即就明白了 就像读其他书一样 相反 我们要祈求圣经的那位伟大作者 亲自施恩给我们 叫我们领略圣经的灵 明白其含义 感受其能力 除非你们受神的教导 不然即便无误的圣言 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也会迷路 陷入可怕的谬物 神赐的怜悯写在经上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三节 还有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 如果不是靠那恩高 靠神的教导 人们不会知道任何事 我们是何等依赖性的受造物 因为除非神的圣灵 乐意指教我们 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不然我们甚至对他本身 也会弄错 神的光啊 常常带领我们吧 在我们细究这节经文之前 还硬从其中学到另一件事 就是我们主做外事 都有理由 即使他问问题 也有理由 如果我们发现不了 我们也可以确信 存在有价值的理由 在腓力这件事上 理由定然不是因为 他自己缺乏智慧 而是因为要试验腓力 如果耶稣问的一切都有理由 那么他做的一切 就更有理由了 我们说不出拣选的理由 为什么选中这个祸那个人 但存在理由 也为神从不毫无道理的形式 尽管他的理由 并不总会向我们 启示出来 即使启示出来了 我们可能也明白不了 主权是绝对的 但绝不荒唐 神在恩典的国度里 做的一切 都有正当理由 尽管原因不是 他垂顾之人的功德 也为人没有功德 亲爱的朋友 你当下面临试炼和烦恼 试图找出全能者的意图 却一无所获 你不知道 他的道路无法策夺吗 很可能 在今生 你发现不了 神在你当下的试炼里 有什么意图 但是 他肯定有目的 智慧而慈爱的目的 如果你能明白 这目的的话 你自己也会乐意的 如果你的心智像神那样 那么 即便在烦扰你的这事上 你也会像神那样行动 现在 你的思维远低于神 所以 你想要测量他的道路 就是错了 如果你因为丧心或者患病 而跟天父争吵 那么要立即谦卑地怀着羞愧 结束这争论 孩子 如果问题在于什么是对的 可怜 无知 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还是伟大 良善 智慧的天父 那么根本没必要考虑 天父对儿女的旨意 必定比他们自己的意愿更好 慎服万灵的父 得生吧 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 要相信你的主 并要安静 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他让你失去健康 是有理由的 你身体的痛苦 灵力的压抑 生意不成功 遭遇流言蜚语伤害 都是有理由的 很可能 原因就在于这句经文 要试验肥力 你必须受试验 神赐下信心 爱心 盼望 或者任何恩典 都是要试验 如果某人修建了一座铁路桥 要有火车从上面跑过 才能试验其承重能力 如果某人造了一条路 需要车轮和马蹄 来试验其每一处路基 才能通行 如果他只是做了一根针 也需要看看能拿来做什么 以此来试验 焦柱支撑这些狼子的柱子时 目的是要承受大重量 这二十年来 这些柱子勇敢地承受住了压力 把它们建造起来 却不让它们承重 那就是没事找事 所以 弟兄啊 当时让你在竹里刚强 他是要试验你的每一件力量 也为神有意达成的 他都会试验 看看有没有达到目的 我认为没有一颗信心的种子 可以逃过火的试炼 所有的金矿都要进 干锅兽实验 你们听说过测试枪械的 博明汉实验室吗 制造信徒的主 在他恩典的工厂里 用痛苦的重压 来试验自己所造的一切 只有承受住了的 才领受他的记号 护理之宫中的一件事 若是解释不了 那么你总是可以回到这一信条 他说了 这是要试验你 让我们立即来看经文 这句话在我看来 饱含许多安慰 愿圣灵领我们进入其中 首先 主给了肥利一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问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 其次 主没有问题 也为他自己知道 要怎样行 第三 如果我们进入主的灵 我们就在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满足于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一 我们面临的问题 首先 有个问题问肥利 正如有许多问题给我们一样 耶稣问肥利这个问题 目的是要在几个方面试验的 他要这样试炼他的信心 有人说得很好 主并不是想要肥利的食物 而是要他的信心 主问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肥利怎么说 如果肥利信心强 就会回答 伟大的夫子 无需买饼 你比摩西还大 百姓在摩西手下 都在矿业有吗 哪吃 你只要开口 饼就会像下雨一样 落到人群里面 他们都会吃饱 如果肥利信心大 就会回答 你比以丽莎大 以丽莎用一点点饼和麦穗 就喂饱了一众先知门徒 猎王记下四章四十二至四十四节 行神纪的主啊 你也能做到 如果肥利展现更大的信心 就会说 主啊 我不知道哪里买饼 但是经上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身命纪八章三节 你没有看得见的饼 也能让这些人恢复精力 你能够填饱他们饥饿的肚子 他们无需吃一点东西 也为经上说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请你开口说话 他们就立即饱足了 所以 这个问题是要试验肥利的信心 确实试验了 证明他的信心很小 也为他开始算计自己的那一点点钱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我不会数到两百 但肥利就是这么做的 他开始算有多少钱 而不是仰望全能者 亲爱的朋友 当你受试验时 也会做同样的事吗 你会数算银钱 而不是仰望永恒的神病 信靠他们 恐怕我们没人 可以逃脱这样的失败 因为即使摩西 也曾因不信而算计起来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不行的男人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夜 难道给他们 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 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记得神怎么回答 他交际的仆人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绑壁 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民述记十一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我们也会如此 看到神的信实 但是 如果我们不信 那么我们还是会看到 却会让我们痛苦地想起 自己信不过主的罪 这个问题 无疑也是要试验 腓力的爱心 他在这方面表现得要更好 因为他爱耶稣 尽管信得慢 许多真心里面 有安静的爱 多过活泼的信心 很遗憾 他们信心小 但很感恩的是 他们的爱多 旧主似乎是说 腓力 我要这些人吃饱 你来帮我吗 我们去哪里买饼 腓力 我要你跟我一起 来 现在 我们怎样做这工呢 腓力爱自己的师尊 所以愿意考虑这件事 至少计算了结果 他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约翰福音六章七节 他的主并没有问他 什么不够 而是问他什么足够 但是 腓力开始计算消极的问题 恐怕你我也 时常计算这种问题 二十两银子的饼 即便给人群中 每一位一点也不够 我们的资源不足 这还不清楚吗 这种问题 总是让人沮丧 觉得不可行 可怜的腓力 计算的是 不足以供应众人的东西 没有考虑到 主是全备的 同样 他的计算也表明 他爱自己的主 如果他不是对耶稣 充满爱和尊重 那么应该会说 主啊 做这事是徒劳的 我们很穷 只是不时得到零碎的钱 我不知道有多少钱 也许犹大知道 但是 我相信 现有的钱 不足以喂饱这种人 即便附近有饼店 可以买饼 但是 腓力没有这么回答 没有 他十分尊重 爱戴耶稣 他的信心失败了 爱心却没有 我们很爱主 从未说 他施恩的计划是空想 没有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非常好 耶稣从未提出过 唐吉赫德式的计划 我们心里 绝不能这么想 即使是征服 世人归向真理 和义这件事 也不该是做一场梦 而是要实际的看待 这个问题 也试验了 腓力的同情心 耶稣借着这个问题 感动腓力的心 要他照顾那一群百姓 其他门徒说 请教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 去借宿找吃的 路加福音九章十二节 耶稣或许注意到 腓力里面的柔和 比别人多一点 所以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把腓力跟他自己联系起来 是给了腓力莫大的尊重 但是 也许他在腓力身上 看到了同情心 基督喜爱 跟富有同情心的人同工 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神很少大大使用心硬 冷酷的人 只有我们里面温暖了 才能让他人里面也温暖 人必须爱重人 不然就不能拯救他们 牧师必须热切渴望 会众得救 必须在救恩的事情上 跟耶稣同心 不然耶稣不会使用他 我们主就这样 试图激起腓力的同情心 来吧 腓力 你我该做什么 从哪里买饼给他们吃 我不认为 腓力在这方面完全失败了 他跟主同心的程度 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但是还是有一定同情心的 我相信 我们神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跟他的儿子一样 爱人的灵魂 所以 这个问题是要试验我们 愿我们不要信心 爱心 或同情心上欠缺 愿神借着圣灵有效的运行 让我们在这些事上疯足 这样 我们才适合跟他同工 但是 为什么要问腓力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你们有些人 面对特别的问题 或者特别的试炼呢 经文说 是要试验的 但为什么试验腓力呢 我认为 救主对腓力说这话 是因为腓力是博赛大人 他们正在博赛大附近 所以耶稣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每个人应该最关心 他居住的地方 我想让耶稣对你们有些人说 我们该为伦敦做什么 因为你们许多人都住在伦敦 也许生在能听见大本中的地方 或者在邮政区之内 你们属于这个大型政区的 四百万人之一 不 你们是这个城市的重要民众 做世界上最大城市的居民 是一种严肃的责任 如果主把伦敦放在任何人心上 他自然而然就会把伦敦 放在当地居民心上 正如他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如果他在传福音给一个村庄 一个城镇的事情上 让谁跟他同工 那么自然而然会是生在那里 或者住在那里的人 我知道 古话里说 鞋匠的妻子没鞋穿 有时人们在意万里之外的人 却不照看自己的家 或者自己的邻舍 但是经文中的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当时人们在伯赛大附近 主问了这个跟他们相关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是问伯赛大人腓力的 这话是要试验的 伦敦的地形啊 关于这座大城市的问题 也摆在你面前 要试验你 也很可能 是因为肥力的任务 是为十二使徒 和他们的夫子预备食物 犹大管钱 我们若没有错的离谱 肥力就是管家 看袋子里还有没有饼 是肥力的任务 他还要在门徒们 进入旷野的时候 供应大家 在座有弟兄姐妹的正式任务 就是看过人的灵魂 你们中有牧师 宣教士 主日学老师 职士 长老 教区牧师助理 妇女圣经老师 等等 即便主没有问其他人 我们要为伦敦做什么 他也会这样问我们 这个问题是要试验 我们是不适合我们的职份 或者是不是对自己 占据的职份不上心 因而没有资格担当 基督尤其问我们 但是我认为 他也问所有他设立 为神座有君尊的祭司的人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从哪里买饼 我们如何喂养这座大城 这个问题是要试验我们 因为这一负担 应该落在我们身上 也许 问肥力是因为 他在恩典的学校里 成绩不如有些人进步 肥力的这句话可不怎么样 求主将付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而我们主回答 肥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至九节 他明显学得慢 我不认为 肥力是十二世图中最笨的 但我肯定他不是最聪明的 雅各 约翰和彼得 是门徒中拘手的三个 而安德烈和多玛紧随其后 很可能肥力紧随着他们 也许 肥力是排第六 我不知道 但肯定救主拣选的 不是作为最低的 也不是最高的 主对肥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这些在中间位置的人 非常需要试验 以便让他们自己满足 在末尾的基督徒很软弱 经不起试验 可怜的灵魂需要鼓励 而不是试验 所以 他们往往不会面临最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 排在前面的基督徒 不太需要试验 因为他们让自己的拣选和恩赵 坚定不移了 彼得后书一章十节 中间的那一类 最需要试验 而他们恐怕才是 神的军队中的主体 有许多人可谓受了一半的教导 一半的光照 对于这些人 主问 我们从哪里买饼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他们 请注意 就主问肥力的问题 达到了目的 试验了他 如何试验他的 我已经给大家讲明了 试验达到了目的 也被暴露了他的短板 我们从哪里买饼 肥力放弃了 他计算了 即便有多少饼 分给美人一点 也不够 这就是他对这项 事工的全部贡献 他无法制造一个饼 一条鱼 来开始这项工作 肥力受了打击 而且 他的信心 在试验中 也受了打击 良善的夫子 他似乎是说 我们不可能 喂饱众人的 我们没法买饼 即使你跟我 你是主 你能做大事 但我的信心 没有强地相信 我们能够给这数千人买饼 所以 这个问题达到了目的 试验了肥力的信心 证明他信心弱小 动摇不足 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 是好事吗 是的 弟兄姐妹们 知道我们灵力贫困 是好事 我们许多人 自以为有一堆信心 但如果主来试验 他不需要将其 放在火里融化 他只需要将其 放在火上烤 大部分就都会蒸发 在普通的试验下 许多信心消失了 就像清晨的露水 在太阳之下 人健康的时候 信心何等多 但是 情况变化 他受苦了 看看那信心 消散了多少 有多少人 如果他们有稳定 不错的收入时 就有信心 但当他们不得不问 下一餐从哪里来 他们还有信心吗 看呢 他们变得焦虑而忙乱 看到我们多么懦弱 是件好事 因为当我们发现 我们好多信心 都不真实 就会寻求 更真实的信心 呼喊 主啊 加增我们的信心 路加福音 十七章五节 腓力被拽进了 他的主里面 被拽着脱离自己 进入我们主 可是见大事 以至于我们感到 主啊 我做不到 但是 我渴望看到你 如何实现你的目的 我对你的信 达不到应有的程度 除非你给我信心 从而 就是为了更多的信心 我也要来到你这里 我两手空空 必须来找你借一切 这样 我们就能充足 有力 你们会看到 腓力直接掰开饼 喂养众人 也为基督 让他两手空空 在他让我们 两手空空之前 他不会喂饱他们 免得人们以为 供应人们吃饱 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腓力 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 也为这样一来 他就会充满主的力量 这个问题效果不错 因为不只是为了 试验腓力 也是要试验其他门徒 所以他们聚集起来 议论了一下 至少 有腓力和安德烈 两个人在讨论 腓力说 二十两银子的饼 也是不够的 安德烈说 确实不够 不过 这里有个孩子 带了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我喜爱这种弟兄之间 心甘情愿地磋商 看到他们的意见 怎样不同 如果有盛大的开端 腓力愿意开始 他至少要有 二十两银子的饼 才愿意去做 另一方面 安德烈 有一点点资本 就愿意开始 一点饼和鱼 就足以让他开始 但是 他说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约翰福音六章九节 圣徒彼此交谈时 就彼此帮助 也许 一个人没有发现的 另一个人可以发现 腓力算计的是钱不够 看不到可能得到的饼 安德烈能够看到 腓力忽视的 他发现一个孩子 带着一篮饼和鱼 并不多 安德烈没有足够的信心 从这小小的篮子里 看到数千人的食物 然而 他看到了自己所见的 告诉了主 就这样 他们借着互相商量 而有了开始 也许 如果我们要商量 我们也可以有开始 当这样的问题 进入人心 我们可以为伦敦做什么 当这个问题 让基督徒聚集起来谈论 当一人叹息 得花好多钱建教堂 找牧师 资助宣教士 这样的算计里面 就有盼望 没错 腓力 我很高兴 你说出了任务的困难 我也喜欢安德烈起来说 任务困难 但我们仍旧 必须做自己能做的 既然我们有五个饼 两条小鱼 至少就必须把这些东西 摆在主面前 让他来看怎么做 这一切都好过逃避问题 任凭人们挨饿 腓力用了他的能力 基督试验了他的算术 试验了他的眼界 试验了他的思想和灵 这预备好 他在接下来的 巨大的宴会上侍奉 人若不是先思考过了 事情就做不好 如果腓力没有思考 如何喂养众人 就不适合担当喂养他们的众人 试验也预备好 他在宴会之后 崇拜他的主 因为饭后 腓力会说 主问我如何做 但我答不出来 现在 尽管我参与了 但一切的荣耀 必定都归给他 使他让鱼和饼帆被增加 我贫乏的信心毫无荣耀 他做到的 他做了一切 弟兄啊 也许你在主的事工上面 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这怎么能行呢 英格兰怎能福音化 怎么能接触到众多群众 怎能让世人来听福音 不管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都是要给你益处 让你灵魂受益 让你在恩典的神迹成就之后 更加尊主为大 二 耶稣不存在问题 现在 来看今天主题的第二部分 耶稣没有问题 腓力有问题 但基督没有问题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让我们拿起这些话 花一分钟咀嚼 他知道 他一直知道 有人说 我肯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 亲爱的朋友 你却在听取别人的意见 不是吗 这很容易让自己稀里糊涂 我听见你困惑的呼喊 我不知道 我找了每一个人 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可怜的脑子糊涂时 总是习惯这样 但耶稣知道他该做什么 这是甜蜜的安慰 耶稣知道 他一直知道一切 他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 他知道要用多少饼 他知道需要多少鱼 如何喂饱众人 打发他们 吃饱喝足了再离去 事情发生之前 他就知道一切 忍受试炼的弟兄 耶稣知道你的一切 他知道自己 要如何领你度过难关 别以为你可以通知他什么事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马太福音六章八节 祷告不是通知主 问题给你 不是让你指教他 而是他可以指教你 没有你 他也造了天地 他要谁出谋划策呢 有谁教导他呢 不需要把你可怜的智慧 加在他无限的知识上 他也会领你度过当下的试探 他知道 耶稣知道要怎样行 他有意要做些事情 他很乐意这么做 他知道要怎么做 我们局促不安 说得做点什么 但我不知道谁来做 旧主知道 有些事必须做 他也知道他自己要来做 他不是匆匆忙忙的 他从不慌忙 他从不早于他的时间 也不会太晚 我们当赞美的 主有荣耀的悠闲 也为他总是准时 迟到的人总是匆忙 但他从不迟到 从不匆忙 他做什么事都镇定而安详 也为他事先知道要做什么 亲爱的朋友 耶稣知道关于你的事 不仅知道你要做什么 而且知道他要做什么 关键就在这里 他要为你做一些大事来帮助你 他也要带领这座城市 和这个国家来到他脚前 他要让万兮都跪拜的 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 他知道要做什么 此外他知道他要如何做 他非常清楚 要使用的方式和方法 在安德烈告诉他之前 他早就知道 人群中有个孩子 带着五个饼 当孩子早上出发时 为什么要带五个饼 两条鱼到人群中来呢 我找不到原因 除非是主在他耳边低语 小朋友 带一顿午餐吧 把大麦饼放进篮子 也别忘了鱼 你不知道要离家多远 天性要求他预备不时之需 但他选择这么做时 天性也是神的声音 他正在长身体 容易饿 饭量很大 像要吃得饱 但是 他心里想过吗 这些处于奇妙的护理之功 而带来的饼 会倍增那么多 为养好大一群人 要供应万有的人在哪里呢 首席军需官在哪里呢 是这个小孩子 他的全部库存 就是这点东西 他背上背着干粮 干粮装在篮子里 救主知道 亲爱的朋友 救主非常清楚 在你患难之时 你的帮助从何而来 你不知道 但他知道 他知道牧师要去哪里 才会激动伦敦城 他知道他们 要用什么方式来 如何吸引大众 当每一个人都失败了 束手无策 他却充分预备好了 他知道 那些饼和鱼 会在特定的时间拿出来 成为一场盛宴的基础 他知道 他会祝福饼和鱼 掰开 使之增加无数 给门徒 门徒们又分给众人 外事都在他脑海里安排好了 就像日头升起一样确定 再强调一次 他做事 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时 会表现得如何呢 他会按最自然的方法行事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就去做 你能想象用更加自然的方式 行出神迹吗 如果是罗马天主教的神迹 他们会把饼抛到空中 饼会落下来 神秘的转变 增加百万倍 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所有罗马教的神迹 都有大量作作 表演的成分 跟基督的神迹截然不同 基督行这个神迹 是按照世界上最自然的方式 因为这个神迹 其实就跟基督每年都行的神迹 是一样的 拿了一定数量的麦子 撒在地里 过了好久 最终的收获翻了好多倍 做成饼 海里有一些鱼 它们会长成一大群 播种的麦子 在地里经由同样的手 神的手 进行同样的操作 得到饼 这完完全全 就是我们主的行动 带来的结果 他拿了一点点 在他神圣的手里拨开 并在他手上 在门徒手上 就成倍增加 最后众人都吃饱了 他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他做得很自然 有条不紊 人再不知道 自己要预备些什么的时候 可不会这样 我们有一场大会 有茶水供应 来的人太多 你们只预备了 三分之一的所需 你们何等慌乱 手忙脚乱 跑来跑去 耶稣行事从未如此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吩咐人 坐在草地上 他们都坐下来 像一大群孩子 马可说 他们五十或者一百人一排 马可福音六章四十节 都安排好了 仿佛每个人都 专门坐在自己的盘子前 发现名字写在上面 此外 那里草多 伦敦的机构 不可能像那样布置场地 也会有秩序地进行 仿佛七天前 就下了通知 有专人提供给养 再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都是因为 耶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再有 他非常喜乐地做这事 他拿起饼来 煮谢了 他十分乐意去做 我应该喜欢看到 他看着这些饥饿的 可怜人吃饱时 脸上的表情 他就像一位善良的主人 对他们抱以微笑 给他们食物 耶稣的供应很丰盛 因为他知道要做什么 他不是只供应一半 或者定量供应 每个人都只有一点 不 他知道要做什么 准确凉度了他们的胃口 你要喂饱一群饥饿的人 可是贱难事 他提供了他们一切所需 后来 所供应的剩下了 每个领头的侍者 自己都得着一满篮子的饼 也为他们收拾零碎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领头的侍者一人一个 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带领自己选民的事上 我肯定他知道要做什么 当你我看到 怜悯盛宴的结尾 我们会说 赞美主 我们曾经很担心 我们曾经无比苦恼 但我们主轻轻松松 彻彻底底地完成了 没有混乱 没有拥挤 没有谁被漏掉 赞美他的名 他做到了 不是偶然 不是靠运气 而是他知道自己 该怎样行 从头到尾都计划好了 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都要永远歌唱 他对自己百姓丰盛的恩典 智慧 能力和谨慎 但是 如果我们不仅看到开头 也能够看到结局 现在我们就会 颂养我们救主耶稣的名 他事先就知道自己一切的功 从不偏离自己的计划 三 不该再疑惑 最后 我要说 虽然基督问我们问题 但他自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该再疑惑 我提三个问题 就结束讲道 第一个问题 困扰了好多人 我如何承受当下的重担 如何忍受这样的痛苦 如何糊口呢 让你面临这个问题 是要试验你 但是请记住 在基督 并不存在你如何度过的问题 因为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神命纪33章25节 他会保守他的圣徒 意志到底 所以 希望你不再有问题 也为耶稣自己知道怎样行 今晚你十分抑郁地来聚会 说 我希望可以听到一句话 告诉我该怎样行 关于你该怎样行 你半句也不会听到 而是会听到完全不同的一句 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的比你能做的 要好得无比 朋友 你的力量在于安坐下来 把你的重担放在主身上 做你能做的一点点 其余地交给天父 这就是乌灵和土明给你的答案 耶稣知道该怎样行 还有另一个问题 我已经问过了 对这座大城 要做什么呢 我很荣幸 昨天下午可以在东边的一处郊区讲道 早晨我从家里出发 骑马 骑呀骑呀 走过一条又一条铁路 最后我想 自己肯定走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从伦敦的一头穿行到另一头 这座城市真是大呀 看起来建筑工不会放过一棵绿树 一处草场都要将其变为丑陋的街道 变满地面 真的吗 大地已经装满了 死去的大地被埋葬在活人的住房下 至于我们这些受造物 何等多呀 当你跟一位基督徒朋友在一起 他说这里却一座礼拜堂 或者这里有一座小礼拜堂 但是去敬拜的人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你又到了另一处郊区 向导会说 这里的人都渴慕福音 但是没人给他们 我昨天身负重担 心里问我们该怎样行 我不断地想 你最好不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因为你无法回答 这只会让你担忧 然而 这话临到我 我们如何给这许多人买饼呢 我主会说 我们 在我心里 我想让他把我排除 但他不会 他从来没说我如何买饼 也为他知道怎样行 但是 他问我 我感到自己拖了后腿 也为竟然把这当成了问题 也为他只是为了我的缘故 才让我有了这样的问题 唯愿我们有人有钱 可以派牧师出去 给他们建造讲道的地方 牧师学院里已经预备好了传道人 但是 敬拜场所的是我束手无策 确实 你们许多人都对这座城市里庞大的人口 怀有负担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相比握在那恶者手下的全部世人 他们只是一场鱼里的异地 如何启蒙世人呢 在耶稣 没有问题 那么 对我们来说 就绝不该成为不信的事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让我们回答 主啊 你是知道的 以西节书三十七章三节 我们把事情留给主 他能够做的远超我们所求甚至所想 我们可以依靠他 如果他指着自己启示说 万西都要跪拜的 万口都要承认他 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 那么事情就会如此 他要得一切的荣耀 还有另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主有没有把这个问题 放进哪个没有重生得救之人的心里呢 我该怎样行才能得救 你们中有谁因这个问题烦恼 我很高兴有人为此烦恼 但我盼望你们可以去正确的地方找答案 我盼望你正在求问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 是要试验你 让你谦卑 是要让你觉得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不可能 这样你就会降服于神的义 因信基督耶稣而得救 记住 对于你如何得救 基督没有疑惑 其实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该说什么时候呢 在他死的时候解决了 不 在那之前很久就解决了 在启明星知道自己的位置 行星奔上轨道之前 就已经在永约中撬定了 神那时就已经把他的儿子 视为神的羔羊 在创始之前就被杀 到今日这话仍然有效 看呐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仰望他 得救 你得救的可能性没有问题 基督拯救你的能力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你心里 我该怎样行才能得救 这个问题是要试验你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要怎样行 多么有福的话呀 他知道他会如何赦免 安慰 重生 指教 带领你 他知道他会如何用不变的恩典 保守你到底 他知道他会如何保守你 让你成圣 使用你 用你来荣耀他自己的名 他知道他会如何带你去天堂 把你安置在他的宝座上 让众天使看到他怎样行事 都来惊叹 崇拜 愿神祝福他要行的 愿神因耶稣的缘故 祝福你们 阿们